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一样的 三位一体 都是一样的 就是我说句题外话 我有时候真觉得 就是你比如说管电总局是吧 虽然大家老在说管电总局要不要管这个管那个 但是老实说 他觉得管得很好 我觉得每次他管的 都管得好 我都挺同意的 真的 就是他反映一个问题 现场令你也觉得好 对 你比如说就是说你可以争论他这种管制方式 管制的机制对不对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他一说那个也是我觉得电视音频太过分了 某种东西太过分了 看来你跟党真是一条线 这是越来越贴近 我都不知道很好 我也替你高兴感到你 你比如说我觉得你看广东董局就是说他跟个主持人一样 我同行 你看这某种选秀节目太过度了 真的 我也是感觉太过度了 然后他马上就说太过度了 你的擦鞋 你这个擦鞋太公开了 我要向你表示真诚的祝贺 我发誓我发誓我绝不是擦鞋 我跟你讲的 田中书的时候拍马屁不能有第三者在场 现在那么多人旁观了 不是拍马屁就得在众人面前 要不然这马屁不小 我发誓我绝不是拍马屁 就是说的确我不知道在西方可能有些事是宗教管的 有些事是风俗管的 有些事是所谓公众意见管的 我不知道 但是不管在中国可能变成了广东总局管 但是不管怎么样 每次他管的 你比如说电视剧那种鬼子 那种鬼子 不是中国人撕鬼子 八路撕鬼子 每当我都觉得挺过分的时候 广电总局就出来管 包括这个评委 对吧 比如说我觉得是有点作秀了 有点夸张了 每每我觉得有点过分的时候 让我觉得有点犯恶心的时候 哎 广电总局真的就管了 我有一个偏见 大家可以批评我啊 这个 就说这个咱们不是说神丑这个现象 为什么中国人老爱看这个烂片 甚至形成这种消费 或者说为什么很多你觉得很烂的东西 但是我们就趋之若鹜 而且甚至没有呈现出你说的那种 就说腻歪了就没有了 反而玩的更过分 有的时候我很理解广电总局 就是说 就是说广电总局内部开会就是说 我们不管吧 我们不管你们就真能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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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到恨不能脱 脱衣服骂大街上电视 你们都敢 对吧 哎 我就觉得有一个问题 让我想起了 哎 你们也别骂我 你们要骂我 你们就骂陈毅啊 陈毅当年就是建国后不久啊 有一次也要重视科学家 那个时候还讲究重视知识分子 是 陈毅就在会上冲着这个科学家们就讲啊 嗯 这很深情的讲说 我们为什么要重视知识分子 他说中国人呢 他就说文化素质太低了 嗯 他说这个几亿人没文化呀 他说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 几亿人没文化呀 其实我觉得是不是有这个问题 你知道我就觉得这个这个事啊 不是单纯的一头的事 嗯 不是单纯的一个某个部门能不能管的问题 他又像是一个文化问题 就是整个这个 不 他大致上的宗旨呢 他我给你举个例子 他把国当作一个家 那家长当然要管孩子 对 在看什么 吃什么 是 有的时候我真就像当年我们的那个一些老领导 我有时候啊 很同情他们 我都替他觉得累 就是但是我又觉得既然已经形成了一个大家庭啊 他不管还真不行 嗯 但是呢 怎么弄到这个地步呢 嗯 也是他他这个也一直以来这么过来的 你看为什么我说我不知道西方是怎么管的 你比如说好比像甘露露那种那种东西哈 美国有没有啊 美国也有啊 嗯 但是你看 他不会引起这么大 他就占不了主流 嗯 他不可能就是在全社会引起这么大动静 然后美国老百姓也知道有那么一些节目 但是那种节目好像挺下流 对吧 嗯 但是那种节目到不了成为一个全社会关注的 对 一个你看他就很奇怪的一种现象 这个世界上的确也有一些国家 他们会认为政府在文化品位的提升上是有角色的 是应该要做点事的 是有的 你比如说像法国就是这样 法国跟美国非常不同 美国投入到文化艺术的公帑非常少 他靠社会赞助 法国大部分大艺术团体机构都是政府养的 对 但是就是这个就是题外话啊 我说的题内话 咱们就绕了回来说 我说为什么就是我学习人民日报呢 你看通过人民日报 有的时候咱们可以学学中国古典文化 人民日报最近 名字 人民日报 名字这件高成这样 没错 看人民日报来学中国古典文化 您都想到了 当然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 就说这个王林大使 我再给你透个封 王林大使听说现在在香港 他是有香港身份 他是香港人 他最近这个媒体 小心说话 把隔空给他掐死 媒体围攻他呀 媒体围攻他 然后他跑回香港 大概他就住在北角附近 今天晚上我就 没有 就是人民日报说了句什么 就不问现在我们有些个党员干部 不问马列问鬼神 实际这个诗的原本处处是不问苍生 问鬼神 我为什么觉得这个事 这个诗正好给我们有个机会 学学这个唐诗 是我们很喜欢的诗人李商隐的诗 这个诗原本是说什么的 所以值得借人民日报的课堂 要不是人民日报还真不知道谁是李商隐呢 我还真不知道学 你看啊 这个诗原是什么意思啊 宣誓啊 就是汉朝的这个宫殿 他说的是这个汉文帝 汉文帝呢 说是这个求贤呢 到处这个寻找人才 到处就是把那个被放逐的臣子都求回来 他说你有本事啊 这个皇帝很招贤纳士啊 就宣誓求贤仿逐臣 那个时候有个叫贾义的人 贾生财调更无伦 就贾义是西汉的政治家 非常有才干的人 但是被放逐 所以汉文帝就把他请回来 你以为是要重用他吗 李商隐的感慨就是 可怜夜半虚前席 就是你看这个皇帝多么虚心 多么虔诚啊 半夜里都要请教这个贾义啊 把这个贾生找回来 把贾义找回来 虚前席就汉朝的人们坐在席子上嘛 就是请教他 请教他什么呢 不是问治国呀 不问苍生 问鬼神 就是说问有没有鬼啊 问神呢 我怎么能 人能不能不死啊 人能不能长生 人能不能成神仙呢 就他把这个大政治家 这么有才干的人 请回来 不是问怎么治国 怎么老百姓 苍生怎么办 而是问这个 他就不看湖南卫视 问马列编译局的一局长 马列一局长是不问 不问苍生 问鬼神 一局长是不问马列 问红粉 所以我觉得这个 趁此机会 我们也学学诗嘛 好在有人民日报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所以你看说到官员的这个品位 现在很多官员这个玩微博 最近也有一个贵州省副省长 在微博上还道歉了 因为他骂这个有些网友 那缘起于哪呢 徐老师这玩微博的应该知道了 咱们可以看看 这个贵州副省长 他叫这个陈明明 就是他曾经就是在网上 有些人说中国发生了事啊 然后就说中国不好 然后有一天呢 陈副省长呢 就链接了一个 就是说美国的这种枪击案 那意思就是说 美国也有这种事 然后可能有些网友就骂起来了 但是呢 这个陈副省长就说了 说这个天天骂祖国的人 又赖着不去美国 快去啊 坚决支持 去之前先整形 不要让人家看出是中国人 等等就是让他们赶紧去美国 越快越好 败类 人渣等等 当然这个后来这几天 这个副省长承认 说这个亚历山大 这个言论欠妥 他就说对网友这个 不能这么说 这还有呢 这就是他的一个一个一个 天天骂祖国的人 对 这就是他的 他的这个这个这个微博了 对 有人就说要查一下 他的家人和财产去向 可能全在美国嘛 然后他就说求查嘛 求查 说这位副省长 还是比较堂堂正正 你明白没有 你这开玩笑啊 那我们很多 从现在历史上 你看孙中山 这个在日本 你能说他们卖国吗 他们是国家的功臣啊 周恩来 邓小平 都是去法国的 是啊 整个国家的脊梁 都是靠他们建立的 对对对 正好可以用着这个段子 说你知道微信上 怎么讲说 中美啊 有五个共同点 你们听说过吗 哪五个共同点呢 就中国跟美国是一样的 就是中国 有很多中国贪官 美国也有很多中国贪官 然后中国喜欢骂美国政府 美国也喜欢骂美国政府 然后中国媒体监督美国政府 美国媒体也监督美国政府 中国富豪生活在美国 美国富豪呢 也生活在美国 然后中国官员的有限 中国有限官员的子女 在美国上学 美国许多官员的子女 也在美国上学 中美五个共同点 但回过头来讲啊 我觉得这个 陈副审长这番话 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 为什么 我们先不要去争论爱国的理由的问题 比如说当然这个 连这个都在哲学上是可以争论的 人应不应该爱国 那不爱国是不是就是人渣 这些都都可以讨论 但先不管 我想谈的是什么 因为他这番话 我觉得反映出今天 我在中国很多地方看到的一种 常见的想法 一种思维方法 那个思维方法是这样 就是说 好 有这么一帮人 一天到晚骂中国 觉得中国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然后呢 他们一看到美国出什么事之后呢 就是说你看 美国也这样吧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思维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 好 你一天到晚骂中国嘛 你这么讨厌中国 你移民嘛 你去美国嘛 你在美国不就好了嘛 你就离开国家 这第二点 这两点 我觉得有趣的地方在哪呢 他们又有个共通点 就是都跟美国相关 你比如说想象一下 像我这样的一个人 我我十几年没去过美国 我在这 我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下 我对中国很多批评 很多看法 很多意见 但是我从头到尾 我就很讨厌美国 我就不喜欢去美国 那为什么我批评中国 就变成直接的 对 这个这个反应变成这样 他为什么 不是说 你直接去飞机吧 你直接去大西地吧 那是那是人间乐土 你被说去这个 你批评中国 你去印度吧 对啊 对啊 你可以这么讲嘛 你去朝鲜嘛 对啊 哈哈哈哈 不是 现在是这么讲 现在摆过来 有人说 你赞美中国 那你去朝鲜吧 哈哈哈哈 对 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奇怪 就不晓得为什么 我们这么容易 就把美国当成一个 不言自明的参照 这是 对不对 是不是两大强国呀 中美两强啊 我觉得中国现在有点 太看重美国了 对 太抬举美国了 我觉得很奇怪 这个想法 整个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世界 为什么就只看了一个美国呢 当然你讲的这种情绪 代表了这种 他们就叫五毛嘛 比较土的五毛的那种 但是我刚才讲的那份话不是讽刺 真的严肃的来讲 你人去什么国家 不代表你不爱中国 这道理 这个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 我们讲了孙重山了 我们讲了周恩来了 我们讲当初中共开会就在莫斯科开的 你当初做这些 当时蒋介石他们下面的比较低档的宣传员才说 你们拿卢布 你们这些人不爱国 爱国不爱国 跟你在哪里生活 跟你学什么 今天还有人在说中国走什么路 有很多人情绪化的说 你别讲走什么路 你子女送哪里你就走什么路 这种话都是太简单化了 太简单化了 为什么 为什么简单化了 所以我又要说回这个陈毅同志 当年的这个感慨 真的 我现在有一个感觉 你看啊 我现在能理解 过去这个李敖 在这个李敖有话说了 当然他说话比较武断 但是他经常会说 说这个问题啊 你文化水平不高 你文化水平不够啊 就不能说这个事情 我现在慢慢能够理解 比如说啊 有些个名人 明星 官员 说不问苍生 问鬼神 找这个王林大使 我那天说了 像马云 李敖介石他们去 那是他们的自由 这也不能说什么的 你感兴趣嘛 包括像这个关于爱国不爱国 其实我就觉得啊 他们文化水平有限 当然这么说 好像我文化水平挺高 我文化水平也很低 但是我这点文化水平啊 够让我看 他们文化水平有限 我所指的文化水平是什么 勉强可以解释成啊 就是说你对你对一件事情 人类有史以来 所有的聪明人对这件事情 思考过的结晶 你了解过多少 如果你你比如说啊 对这个老师说 特异功能感不感兴趣 鬼神有没有 这谁不感兴趣啊 谁都好奇 可是啊 如果你有足够的文化水平 你就知道几千年来 人类无数的哲学家科学家 对你的这点好奇啊 思考过多么久 得出过多少的这个结论 如果你对他 有一个基本了解之后啊 你就是在一个高度上 来看这件事 比方说 孔子讲这个 敬鬼神而远之 子不语怪力乱神 你一听 孔子有文化水平 就他 他明白 他能说得出这句话来 你知道吗 再者说 包括就是爱国 关于爱国这个里头的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真话 假话 谎言 极端等等 如果我觉得你有足够的 这个文化水平的话 真的 你自然很多事啊 就不会发生争论 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逻辑思考能力水平的问题 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先不说中国美国 先假设我今天我住在一个社区里头 住在一个楼盘里头 我住了好多年了 我孩子都在这儿大 我们跟他有很深的感情 就仿佛我们跟中国一样的这么深的感情 好 然后呢 我们一天到晚骂这个物业 为什么呢 说老漏水房子 老漏水 然后呢 这个物业公司呢 他隔三差五 就拿简报给我们看 看到没有 你们老说我们北京这个牌漏水 深圳A公司那家牌也漏水 你去哪啊 或者呢 他有天反过来说 他一天到晚跟我们比较 说别人也漏水 所以我们漏水不是问题 所以这边有个逻辑问题 就是说 我们今天是因为住在这儿 我觉得这里面有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我希望你改正 然后你告诉我说 人家也有同样的问题 那么你的意思是说 由于人家也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就不是问题了呢 我们就可以接受了呢 还是说 就像你讲的 我只骂你 不骂人家 那么我就不爱你呢 我爱不爱你先不谈啊 问题重点是我住在这儿 我不是住在美国 所以他们一天到晚说 你为什么不骂美国 为什么不骂 因为我不住在美国 美国关我屁事 而且第二点呢就是 如果我们说 你看美国又发生枪击 像这位陈副神 美国枪击 你看美国也枪击吧 美国也有很多狂徒 在街上砍人吧 那那个逻辑是说 所以今天中国 我们这里也可以 深圳这些砍人 也就算 反正世界普遍现在 这是普世现象 是这样子吗 鲁勋早说过了 说外国也有苍蝇 外国也有老鼠 因此我们就正常了 不过你刚才讲的一个文化水平 其实是一个政治不正确 这个政治不正确就是假定 一个人不生活在 一段时间不生活在自己的国家 就是不爱国 这个是一个巨大的政治不正确 非常简单的例子 德国人卡尔马克思 很长时间在英国 他在英国的图书馆里边 把地板都灯坏 写出资本论 他宣布他是国际主义 那德国人可以说 你不爱 你也不爱 马克思不爱国 当初俄国的沙皇 自己跑到荷兰去打工 你了解这个造船业 那这个沙皇自己不爱国 他其实是对俄国整个复兴 是巨大贡献的这种国王 皇帝自己啊 你看 这不是文化水平的问题吗 这就是文化水平的问题 不是 不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政治不正确 如果是假定人不在国家 就不爱国 这个是一个基本的政治不正确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贯文明写事录